在日本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破迁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原本4月的防日行程 现在确定要延后 另外日本当局还决定要取消发给大陆 以及南韩的入境签证 等同就是要暂时拒绝大陆还有韩国人入境到日本 为防无非疫情扩大 台湾政府神对应连发出色表现引起国际关注 尤其眼前这个由我数位政委唐凤 与民间联手打造的及时口罩地图 但是让日本高龄79岁的IT大臣 在国会里被惦得惨不忍睹 面对质询主本之一不知所措 不停骚头 最后还是靠着外务大臣临时写的稿子照本宣科 敷衍了之后仓皇下台 令人看了摇头 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防疫上可说是荒腔走板 尤其是放任疫情相关的假消息 在网络不停扩散 进而衍生各种乱象 平民推挤疯抢卫生纸 原来最近当地谣传 卫生纸的原物料多半来自大陆 疫情严峻恐将不离进口 民众才会涌入店铺抢购 更恶劣的是还有人不停转发 没有医学根据的资讯 要大家喝热水防病毒 甚至有谣言指出 华岗岩使出的放射线 经过变调之后 可以对抗无非病毒 登入网购平台 还只能看到许多药价不费的石头 无非疫情杀不住 截至目前日本47个都道府县 已有超过半数失手 确诊病例破迁 在这敏感时刻 习近平原定4月的访日行程 也宣布延期 另外根据日媒报道 日本将隔离从大陆南韩入境的人士 却预发给大陆南韩的入境签证 也要取消 等同战时拒绝中韩人入境 盼切此能让疫情去换 各位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